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3月28号周四晚上的7点35分 昨天身体状况不佳,缺席一天,让久等的朋友失望了 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每天都来看节目,成为一种习惯 其实对我来说,每天和大家做节目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突然间停下来,我自己有点不适应 今天的状况好了一些,可以正常的说话录音 所以决定还是上来和大家聊一聊,聊完之后我再去躺平 各位好朋友们务必保重身体,现在是季节更替,气候多变 像极了咱们的股市,大家千万照顾好自己 感谢昨天大家在评论区的祝福 好,咱们来说股市 今天的市场总体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市场是两涨两跌,标普的11个板块是三涨八跌 在复活节的长周末之前,市场的焦头还是比较清淡的 今天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先来看几条基本面的信息 然后和大家讲几只个股 包括像苹果,还有特斯拉 还有我的一个持仓股阿拉斯加航空的清仓计划的更新 和大家把范围缩小一下 因为这个范围我当时给的比较的大 现在情况有一些变化 和大家做一个及时的沟通 另外呢,还谈一谈关于现在 在大盘和市场上出现的两个红灯指标 都是有非常强的历史借鉴意义的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以及在这种情况下 我对于市场的四点的操作的看法 好,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今天的七本面上的情况 七本面消息上美联储的理事沃勒是在昨天的盘后发表了比较鹰派的演讲 他重申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并不急于降息 并指出美联储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维持当前的目标利率 尽管鲍娃尔之前对较热的通胀报告有些不屑一顾 但是沃勒表示说 最近的数据令人失望 他确实承认美联储在降低通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沃勒认为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是比较合适的 他说根据最近的数据 减少总体降息次数或者将推迟降息是适当的 那么他说等待一段时间降息的风险远低于过早采取行动的风险 目前市场上压住6月份首次降息的概率是60%左右 全年降息的次数目前看起来依旧是维持在三次 另外23年四季度的GDP的数据现在也是已经出来了 做了一个最终中值的调整 是从3.2上调到了3.4 消费者支出是上调到了3.3 PCE是保持1.8%不变 那么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PCE是从2.1%下调到了2% 不包括能源和住房的超级核心PCE 从2.7%下调到2.6% 不过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四季度的数据 所以比较的陈旧 现在我们说一季度都快过完了对吧 明天虽然不开盘 但是会公布2月的PCE的数据 之前的1月和2月的CPI的报告都是强于预期的 那么在今天一系列的报告出来之后 最新的GDP Now模型显示 一季度GDP预计增速会放缓 但是绝对值仍旧很高 还是2.1%的一个强劲增速 另外在初寝失业方面 本周的人数是21万人 略低于预测的21.2万人 四周平均值是从20 平均值是21.1万 低于一周前的21.175万 续寝失业救济人数是上升到181.9万人 略高于预测的181.5万人 还有一个指呢 神秘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边 从76.5上调到了79.4 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有所下降 跑到了2.9% 五年的通胀预期呢 是从2.9%下降到了2.8% 这是今天的一些经济数据 好 咱们直接来讲一讲市场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有一些变化的和大家就讲一讲 还是来跟一下苹果 最近讲的比较勤 因为我一直在等着去加仓苹果 相信有很多朋友呢 也是在等着这个机会 苹果啊 是经过漫长的等待 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放出来 可能会在5月份发布新的iPad的机型 因为按照上一次发布到现在 一共有18个月的时间没有更新过了 所以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身边好像去更新 Pad一类电子产品的这个人是越来越少了 这个东西好像用也用不坏对吧 而且似乎每次更新也没有出什么太多的东西 大家好像更新的热情都不是特别的强烈 也不知道咱们的观众朋友 像你们一个iPad或者其他的平板 你们可以用多久啊 好多人我一看都是用什么3.5年的啊 非常不便 这条消息呢 没有提振苹果的股价 今天是下跌了1% 苹果呢 值得关注的是在周线级别上 ISI呢 是差一点就出现了 这个底背力 差一点啊 它必须要收盘价 创一个新低出来 然后呢 ISI没有出新低 这样才属于底背力啊 因为它比在上两周前的3月4号那一周的收盘价要稍微高一点 差那么一丢丢 这个收盘价比较高呢 是没有形成底背力 如果形成底背力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看止跌的信号啊 止跌的信号 但现在呢 没有形成 那么就差了点意思 意味着苹果呢 仍旧有机会跌破168.5 就是有之前给大家写到的这个地方 跌破 仍看166级下方的这个地方 而且目前从期权市场的压注上来看呢 截止到4月19号的月期权的结算 向下压注的范围 在166块钱的下方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市场也支持潜在的破位的可能性 但之前几期节目也和大家谈到 苹果的股价呢 不会走得很快 我的这个144到155这个加仓计划 估计还得要等上几个星期啊 可能不会那么快走得到 所以还是要保持一点点的耐心 好 这是苹果的情况 做一下简单的跟踪啊 仍旧有较大希望跌破168.5 还有一个股票呢 是我的一个持仓股啊 阿拉斯加航空 这只股票呢 持仓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之前和大家做过它的这个清仓的计划 因为我看到昨天在评论区还有朋友在问啊 所以我把这个今天做一个更加及时的更新 让大家知道我准备在什么地方把它获利清仓 那么这只股票 我目前的持仓呢 是6%的一个持仓 持仓成本在33块8毛6 现在的价格经过连续两天的上涨 已经跑到了接近43块钱 进入到我之前目标清仓区域的42到48 由于这个价格在最近几天走的比较快啊 我把获利清仓的计划做一个小小的更新啊 范围我缩小一下 计划清仓的位置是在46到48块钱啊 46到48 这个还是之前的这个预期没变啊 如果是6月份之后才到这个目标的 那么我会持仓等待 那我就不清仓了 如果是在6月份之前 也就是在4月份5月份 它能够走到46到48块钱 那么我预计会把它给全部获利清仓 全部卖掉 好吧 那么现在呢 阿拉斯加航空的波动整体 波动率呢不是特别的高啊 它想要到46到48这个位置 最快可能要到4月的中下去 最快 最慢什么时候能到 我就确实不知道了 还有可能也拖到5月份去啊 也有可能5月份都到不了 回头顶上去 然后被卖掉45块钱附近就被卖掉 那还是插了一口气啊 所以呢 继续等待 继续等待啊 这只股票呢 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 来说一下关于特斯拉 特斯拉的情况呢 是今天也是在期权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 和大家进行一下更新 特斯拉呢 目前市场对于它的波动的压注开始放大了 截止到4月19号 认为特斯拉会在今天的175块7这个位置 上下波动20块钱 这个概率呢 是一个大概率 大家想想20块钱的波动 那就已经超过了10%了 因为10%的波动是17块5左右嘛 20块钱 那就说明这个波动已经不小了啊 而且时间只有三周不到 这属于一个波动性会明显放大啊 所以呢 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啊 特斯拉这边可能会看到比较激烈的战斗 如果向下20块钱 就可以跑到155的这个范围 那么也是我在下方准备重点加仓的 136到150的上限位置 那么这个150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会稍微调整成155啊 因为现在市场压到了155 没有压到155的下方 所以呢 我会把它可能调到136到155会择机 找机会去加 这个地方我可能就不会等特别强力的 止跌形态 就是明确的止跌形态啊 可能不太会等 至于上方的161到170这个地方呢 这只经过一次下跌啊 所以它是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已经 起稳的标志 仍旧有可能会二次回赛 二次回赛 如果真的买盘非常强劲 根本就跌不穿161块钱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也会尝试去加一点点 但我理想的目标是在136到155 去加上10%的仓位 预计呢 现在 那么向上加20块钱呢 就会跑到195啊 预计上方的也不会突破200 就是没有办法走到右侧去啊 所以特斯拉对它的观点 仍旧是反弹 然后继续寻底 看看在什么地方能够助理成功啊 但是呢 要做好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星期 能加上仓的准备 好 这个是特斯拉 也做一下更新 然后呢 再和大家来说一下 目前大盘的两个指标 是已经亮起了红灯 以及我对于市场操作的四点看法 给大家首先看一张图啊 红灯指标的第一个 就是基金经理做空标普期货的百分比 标普期货啊 标普迷你期货的百分比 这个不是期权 也不是现货指数 那么历史表明呢 基金经理通常在市场的底部 大量的做空标普期货 他们不是看空啊 在市场的顶部 很少持有空头头寸 也不是说他们追涨杀跌 因为这个期货的多空啊 它是和现货挂钩的 也是属于保护和对冲的需求 这个所以呢 我们要这么去看 它是一个反向的关系 2022年中期的时候 当时的空头的比例 曾经高达45% 持仓45%的期货里边都是空头 那么当时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随后的一个月 大家都记得在2022年的9月底 10月份的时候 标普触底 开始了这一论大牛市啊 开始是反弹 后来演化成了一个大牛市 那么目前的情况呢 现在的一个指数是在高位 上方蓝色的线条 就是标普的指数的走势 那么下方 SPY的走势啊 下方的这个红色的就是池仓啊 就是期货的这个比例问题 空头比例问题 那么从这张图上也能看到 根据历史的一个追踪显示啊 它有一条这个比较均值的一个底部的一条线 大概是在25%左右 一般来讲 这个比例低于25% 就代表着空头数量是严重不足 而多头期货数量太多 从这张图表上 每一次低于25%的比例发生时候 几乎都是在接近牛市的阶段的顶部 现在这个比例是16.6% 这个比例有多低呢 它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的百分比的读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指标 基金经理们的这个期货空头数量在暴跌啊 好 那么第二个指标呢 是比较古老的投资者情绪调查 那这个不是AI 这个是巴伦周刊的情绪调查 他们是从1964年开始就有这个调查了 这个主要是调查分析师对于市场的看法 或者调查的是我们看到的分析师文章 对于市场多空的看法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1980年到2024年以来 报纸的看跌和看涨分析师的数量之比 目前的比例 红色的线看到是0.27 这就意味着呢 大约有四位看涨分析师和一位看跌分析师 那这个市场呢就显得什么 太过于自满了嘛 或者说呢 由于有大量追踪分析师的文章的读者 他很有可能带有相同的情绪 他会被大量的看涨的文章淹没 从历史上来看呢 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因为物极必反 大部分人的情绪朝一边倒 它其实很容易出现市场的转向 我们在市场中已经看到了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吧 所以呢 这一点也是属于一个极端异常的一个红灯指标 好 这个呢 两个就是和大家讲到的关于市场的一些前瞻性的指标 这两个指标呢 都没有办法预示着哪天下跌 是下周就跌 还是下个月就跌 他们只能代表着市场已经是到了一个极端极端的位置 让大家干嘛呢 首先你要知道你不要去追涨嘛 对吧 你说你卖不卖 你不卖也行 他不破位 你不卖 你持仓可以 但你不要追涨 这里呢 我就要谈到 我对于现在市场操作的四点看法 第一 现在啊 大家还是那句话 不要去做空指数和个股 没有必要 对吧 没有必要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在去年的12月之内 如果标普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可能会去做空标普 但是呢 他没有成功 对吧 12月之内没有达到 后来1月份才达到那个目标位 我就已经完全放弃了去做空标普指数的想法 所以呢 大家也要注意不要去做空指数和个股 在这种情绪下 一点必要都没有啊 因为你这个盈亏比是完全不合适的 好吧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无论你是做标普还是做纳指的 你做指数投资的 现在这个位置往下回调5%到15% 都是你做长线指数投资 你是很多朋友知道 他是属于那种买了以后指数他也不卖的啊 因为他是持续看涨的吧 但是你长期做指数投资 分批入场的机会 我认为我这个判断 在未来的几年呢 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就是属于这种5到15 现在这个这种这种回撤 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除非黑天鹅 比方说大规模的全球战争 北国就这种完全不可控的供应链的 全球的再次的中断 那个看法就要发生改变 而在基于目前的情况下 除非你说你就是认为 全球大幻儿的战争很快就会发生 那你当然股市上你就要慎重对待 那你要从一个风险的角度去考量 那就不要瞎买了 对吧 那就等它发生之后 你再去捡便宜啊 好 第三点就是当前市场的个股层面的分化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我没有办法统一给大家说 现在的个股是应该买啊 还是应该卖 个股的情况呢 它取决于它所处的行业 还有它自己的增速情况 目前市场的个股其实很混乱 有大幅高估的 也有处于中位的 也有被低估的 那么选择的标的指标 比方说你要选择什么呢 选择增速稳定 24年25年 EPS增速稳定 超过10%的这样的股票 然后呢 不被高估的 因为后面肯定还会有回调嘛 不被高估的个股来入场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要重要的 要记住的就是科技板块啊 在今年2024年 由于AI的资本支出的浪潮 它是最大的赢家 优质的什么半导体股票 AI股票啊 已经盈利的AI股票啊 在24年炒一炒 没有问题 每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越接近25年 大家越要小心 因为24年是 AI资本支出的大年 但是25年 增速会大幅的减缓 这是目前市场已经 有共识预期的 包括英伟达跟大家讲过 现在它在24年的 这个增速 是非常之快的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24年 它这个因为财年 是在25年1月啊 所以它这个25年1月 实际上就走就是24年全年嘛 79%的预期的EPS增速 但是到了26年1月 就是推到25年自然年度 它就被降为10%了 它就是一个标杆嘛 是一个龙头嘛 当然这个10% 未来又没有可能上调 有可能 但现在模型测算 但现在模型测算 现在就是10%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 个股分化厉害 大家呢 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第四个 我知道还有一大拨朋友 在做美联储的降息预期 在考虑这个降息预期 是去吃什么肉 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的 我个人的对于市场的看法是 我觉得可以考虑中小牌IWM 对吧 这个是我一直在讲的IWM的这个机会 包括IWM最近呢 走的罗素走的也确实不错 然后还可以考虑什么呢 零售的XRT 还有两个标普的板块 一个是地产信托 一个是公共事业 这几个都是属于和降息预期 密切挂钩的 但这里我要提示的是呢 降息预期啊 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 每一次美联储的议期会议 开完之后 或者每一次的CPI PCE的数据出来之后 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发生了美联储回头 这个掀桌子摔盘子翻脸了 降息次数大幅低于预期的情况 这些板块回头掉头向下 那就算什么呢 那就算你压错政策了嘛 那这个锅就得美联储来背 你压错了政策 你也得认输 所以大家要去跟踪 美联储对于降息的表述 非常的重要 你可不可以做降息 完全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是要发生变化的 这个不是说咬死了不变 现在说今年降三次 一定降三次 说不定到年底来 就降了两次 或者降了一次呢 完全有这可能性啊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四点 我对于市场目前存在的一些 机会啊 或者风险的一些提示吧 我个人认为呢 遵循这四点 至少不会吃上大亏啊 其他的呢 我就不多多 嘴巴都瓢了 打结了 不多说了 长周末啊 祝大家愉快 那我呢 也得回去继续躺平了啊 脑袋有点麻了已经 争取咱们下个周一啊 还是以非常饱满的情绪和状态 和大家再见啊 感谢大家的理解 支持和陪伴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帮忙 多多的点赞 评论 准发啊 谢谢大家 祝大家长周末愉快 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 咱们 tres 咱们 tres 咱们 tres 我们下期再见